大家好,我是Steve 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 初一 那我有一个客人呢 今天给我有一个问题 他拿着这个mortgage statement 贷款的statement 说哎呀Steve 我知道有浮动利率 fixed rate variable rate 但trigger rate是个什么东西 好,我们今天呢 讲一下trigger rate 其实trigger rate 对现在的市场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特别是9月份 好,首先申明一下 我是多伦多的持牌的地产经纪 我之前呢 是有mortgage的license 但是呢 我后来没有做mortgage了 所以呢 mortgage的这一块 一定要在咨询你的mortgage的经济 以他们说的为主 我这呢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information 那什么是trigger rate 首先要讲什么是trigger rate呢 我们先要了解 mortgage的interest rate 是有variable跟fixed ok,fixed rate 大家很明白 就是说 我跟银行签了 是25% 就是25% 对吧 这5年interest和principled payment 都是不变的 就是这个数字 一直到5年以后再变改动 但是variable不一定 variable跟trigger rate很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降息时呢 A 在房价100万的时候呢 买了一个房 首付 35万30年还完30年的amortization 然后呢 贷款65万1.7%的浮动利率 那我用了1.7% 当然也有人说 啊 我当时带到1.45% 我拿1.7% 这个1.7呢 是很多人都带到过的浮动利率 ok 那个时候呢 每个月还贷是2370块钱 1450块钱是principle 本金 920块钱是interest 大家相安无事 很好很好 直到开始加息 那开始加息之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你会发现 我好像我的每个月 利息虽然在涨 但是每个月 我的付的钱并没有动 好 是不是说这个加息 跟我没有关系 不是 只要你是variable的 它就有动 好 然后它每个月 它会把你的本金 本来该属于本金的那一部分 挪到利息去 好 本金 利息 本金的那部分 挪到利息 本金的那部分 挪到利息 直到什么情况呢 直到你现在付的这个amount 不足以用来付你的利息 这个时候trigger rate 就会进来了 那trigger rate 是怎么calculat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rmular trigger rate 就是每个月还款的金额 乘以当年你还款几次 一般人都是12次 除以总的借款的金额 乘以100 这个就是你的trigger rate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 trigger rate是4.37%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rate 比如说你是prime 减1% 到4.37%了 只要到那了 你的mortgage 每个月的payment 就已经没有办法 cover你的interest 所以你每个月的mortgage 就会怎么样 会突然变多 那会变多少 我们再回去看刚才的例子 当trigger rate发动了之后 每个月要还款2940块钱 每个月比之前多了570块钱 一年下来是6840块钱 这个6840块钱 是你税后的钱 税前很有可能是8000 很有可能是9000块钱 所以你让一个普普通通的family 在一年突然 一年要多拿出1万块钱 交这个房贷的时候 对他们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 是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是不是没有办法缓解呢 也有办法缓解 只不过这个缓解的方法 并没有真的解决什么问题 三个方法 第一个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amortization 给它加长了 比如说你原来是30年了 你还还还了好多年了 对不对 现在还剩20年 怎样呢 你再重新做一个mortgage 把它拉长到30年 你的payment是不是就变少了 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那么办的 很多人现在就是刚刚贷款 也是30年的amortization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被迫无奈 每个月多交那么五六百 如果你能坚持下来 如果你能从其他方面 给它苛扣出来 保住你这个价格 好 那第三个呢 最无奈的方法是怎样 卖房 现在很多人 就是因为9月份的 这个贷款的利率 很有可能正好卡在这个trigger rate上 所以9月份很可能 很多人的贷款 蹬的一下就会上去了 可能会造成很多人跳出来 卖房 不一定 不一定 但如果它发生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 市场上interest rate上去了 又有很多人出来卖房 这个价格 房价会怎么走 还会往下走 但不一定 因为现在demand还是很强 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市场 我完全会再说一个视频 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市场 demand还是很强 但是supply还是非常的少 所以不一定 好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只讲trigger rate 希望这样子 可以解释 trigger rate给大家听 大家对trigger rate 有一定的了解 你看大家看你的statement上都有trigger rate 一旦你的rate到trigger rate 你的每个月的payment可能就会变多了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对trigger rate的了解有帮助